去年的時候 我有給安哥斯的媽媽算命 他說我3839就要結婚了 他有一個他覺得可以觀察的人 也就是他只是在覺得 這感覺到底對不對 他是一個只要感覺對的 他其實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會下去 有在觀察 有不錯的對象 在身旁觀察中 結領37了 對啊 還沒結婚 現在是別人撞到 可是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我其實現在 也是過得蠻不錯的 妳幹嘛安慰自己 對啊 通常都會這麼說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我一定嫁得出去 只是自己現在 就是還在等一個不錯的人 然後去年的時候 沒有太挑 去年的時候 我有給安哥斯的媽媽算命 然後也是算子微抖數 安哥媽媽 安哥斯的媽媽 算子微抖數 也是算 對 而且他算很多很厲害的大人物 然後他說我3839就要結婚了 他說我的命裡面是這樣 但是就是看自己 他也是說我的條件比較高 但是我覺得 沒有什麼條件高不高 就是三觀要差不多 但是這樣的人 的確我覺得在演藝圈 就是我們同個圈子的比較難找 但是如果我們要出去認識新朋友的話 又沒有一個管道 感覺對人的立刻閃婚 明年農曆三月亦有好消息 但可能不太早一輩子 好像也沒有特別開心 好像不是什麼好消息 老師本人就在現場 我要解釋一下 他連惠傑後面的後續服務 都是常常幫你審 傑惠傑 真的耶 好 講得很 我必須要解釋一下 就傑瑩的部分來講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視感覺的人 雖然說他說他自己覺得 可能有點標準高 其實還好 我在看的時候 他應該是陷在身邊 他有一個他覺得可以觀察的人 也就是他只是在覺得 這感覺到底對不對 他是一個只要感覺對的 他其實現在這個時間點就會 沒有 感覺講得很重 沒有 對 沒有 是不是有 有 有不錯的對象在身旁觀察中 給他機會 但那個不會走一輩子的意思是 就是在婚後 他的狀況是 因為傑琳是一個其實包容性很強 但是很多時候 很有自己主見的女生 也就是他比較直言 所以對方來講 會感受到一些壓力 正正與對象談結婚囉 明天結婚也不意外 但是他結了不會公開 密婚會一陣 對 有可能 有可能 傑琳是有偶像小抱 但會不會現在 他事實上是結婚的狀態 沒有結婚 我覺得我如果結婚 我一定會公開 因為我覺得 我是那種喜歡放閃的人 放閃 我可能會藏不住祕密 這個老師很篤定 米薩老師 他說正在與對象談結婚 對 沒有肯定去 對啊 這個有點奇怪 目前沒有 這是狗仔隊的行為 對 後面有相片 還是今天是來套我的話的 有可能 想婚等到2026年 妖虛 還有四年 還有四年 慢慢的 總比七年好 錯過對他好的人 要結婚得等到2026年入五 錯過 所以不要錯過就可以結婚 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對 妳交過六任男朋友 我六任都是 到了某一個階段自然分開 還是妳就說 我想要分開 當中有沒有我想跟他分開的 我剛好很幸運的是 交到幾個男朋友 最後都是很和平的分開 但是都是因為 我們未來的目標完全變了 譬如說我之前曾經有 論結婚嫁的男朋友 他們的家庭 可能對於演藝圈比較陌生 所以希望如果結婚之後 可以離開演藝圈 去找一份一般的那種 上班族的工作 大話都講那麼多 妳要把人家娶回家 要不然妳養人家養了 我就覺得妳應該要支持我 而不是改變我 搞不定人家結領收入了 所以就是像這樣子的小事 對 然後就分開了 但是就是真的相處得很愉快 但是我覺得 如果有一些些的觀念不一樣 可能沒辦法支持太久 男人的嘴 騙人的櫃 喜歡嘴上功夫好的男人 會先結婚 婚姻之路 但是走得不太順 跟上面怎麼一樣的 都一樣 都一樣 老師 走得太順 補充一下吧 其實他的不順是在後期 前面一開始其實狀況是不錯 但是那邊命盤 上面顯示著對象來講 對他來說 兩個人的衝突會比較多 因為他其實喜歡別人會講話 甚至是別人可以包容他 因為他自己的性格其實有點呆啦啦 所以在互動的模式當中 容易因為長期下來的時候 就有一些摩擦跟衝突 好 恭喜謝杰玲 破產 我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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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會先講 謝謝 我會先講 好 恭喜你 恭喜你 踢著這一條去搭計程車 好 我們會跟拍 跟拍這樣子 然後明天就這樣 恭喜 OK OK 歡迎杰玲 我是杰玲 杰玲是我的好朋友 大家也知道這個節目只有好朋友能來 因為每來一個 我會少一個好朋友 我們出道算是都比較久一點 像你在2005年的時候就得到宅男女神 對 2015 睽違十年又再度得到了宅男女神 對 如果以這個集劇來說 2025年 你會競選的是宅男 媽祖 那我也聽說過一個名詞叫 蔣宋潔玲這件事情 蔣宋潔玲是我自己開我自己玩笑 因為我每次去很多節目 大家都會說 來 因為通常就是 diss我都是那種長輩 然後我就會說 對 在你們那個年代 可能是蔣宋美玲 那在年輕人的年代 就是蔣宋潔玲 對 怎麼樣 你有夢過他嗎 不過看你直播上面有寫到 就是你自稱是工商學乳 請問工商學乳的由來呢 先跟大家講 就是我沒有自稱 這個稱號是觀眾給我 然後後來記者寫新聞之後 就被大家發揚光大了 那也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沒有 工商學乳 我是 大概五年前的事啦 五年前也敢講 五年前喔 那現在有考慮改成 工商成年豆腐乳嗎 工商往後甩 但我很好奇 當了十幾年的宅男女生 是什麼樣的感覺 蠻爽的啊 蠻爽的嗎 那你也不避諱大家知道你的年齡嗎 我不避諱啊 因為我們不能被老擊敗 所以現在會自己稱呼自己宅男阿姨嗎 我都叫觀眾叫乙姨 乙姨是不是 乙姨 對 所以阿姨我不想努力的這句話套用在你身上是 可以的 會開放嗎 不行 其實你有很多身份對不對 從一開始到現在就是模特兒 然後呢還有直播 遊戲直播 對 實況 主持人 現在還有拍YouTube影片 這些東西你最喜歡做的是哪一個 可能就是實況 因為實況沒有壓力 再來是我很喜歡跟大家聊天 而且我也因為這樣認識的超多好朋友 就是他們從 粉絲 我都不叫爸爸耶 叫什麼 醜男 蛤 我以後不看你直播 你要先聽我解釋為什麼 好 因為第一個我不喜歡帥哥 嗯 所以我說醜的我才看得上眼 難怪我覺得 你好像有點喜歡我 我吃你的菜 欸我喜歡胖胖的然後又醜 對啊沒錯 我有很多個老公耶 我們這邊的剪輯只會剪到 你說你有很多個老公 蛤 網路上也有蠻多人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你什麼時候才要嫁人 你什麼時候才要娶我 什麼時候才要娶我 好 直接去公正 走啊 你敢不敢 我敢啊 最近都沒有什麼題材 你剛剛不是說你喜歡我嗎 這樣子剛好一拍一拍幾盒啊 從頭拍可以拍到兩集 還因為可以拍離婚 我沒有要離婚 OK好 剩兩個 你早死是不是 長丘這個名字怎麼樣 現在要玩一個遊戲 嗯 這個遊戲叫我從來沒有 嗯 那聽說你開車 對 我們今天就換成苦茶 沒用心 如果有的話就要喝一口 好 好不好 這個問題是直接問我們兩個 啊我們只要有做過 就要喝 我從來沒有在直播上摔過你 我從來沒有在直播上摔過你 這太正確了吧 我們 噢 這個後進很前味 你不錯吧 很苦耶你喝喝看 等一下 哈哈哈哈 可惡沒變到你 等一下可以喝到 這首歌你在一起之後 我就吃不了苦了 你幫我喝啦等一下 好苦喔 你們沒有準備糖果嗎 沒有 你們太賤了吧 他送了山楂片 你吃掉了是不是 掉包包也有在手 你賤人 快點第二題 現在你我從來沒有穿過裸照 沒有 我連拍裸照都沒有 你穿給你自拍幹嘛啊 不然你照鏡子就好 你幹嘛 我以後我不會 我從來沒有跟同行交往過 噢 這個沒辦法 就是喝很多次 然後去就是 接受他 沒辦法 我從來沒有三十二十一罩杯過 反正今天變胖長大一咖 這些人是G D 不錯吧 我想要問自己 喔自己想要問自己的 我從來沒有呢 不給員工喝苦茶 不然就幫他扣薪水的 哇 我現在就去問我 如果真的要太帥了 不要的話 一定要當然 我們就想要 找人生意 還是要 想一想要